身拔体坛三层皮 一针这期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之乱球 今天啊 胖之乱跟各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 我们本届东京奥运会 国拼丢掉的混霜 这第一块金牌啊 可以说呢 这场比赛在决赛中 我们不可否认 对手做足了一个准备性的工作 因此呢 让我们国拼许姓刘士文 在比赛中也是遭遇了一个 对手的顽强的抵抗 那么最终呢 我们也是在先下两盘的情况之下 遭遇了对手的一个翻盘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国拼的运动员呢 确实是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对吧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细节工作 做的不是很到位 那么这是我们自身 需要反思的一些地方 但是除了我们自身的 一些主观性的问题之外 在客观层面 似乎呢 日拼运的运动员 在这场比赛中 将他们的主场优势 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通过比赛中的几个画面 可以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 东京奥作为已经明确的表态 本次比赛中 运动员不允许吹气 不能吹球 不能吹乒乓球盘 那么同时 运动员在比赛中 是不允许你的手 直接摸 扶这个乒乓球台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两项新规定 颁布出炉之后呢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它是一种习惯上的更改 打乱 对吧 让你的运动员在比赛中 不能去触卖这些规则了 但是呢 如果说触判了 是吧 将会判你的违规 违利 而且呢 你在比赛中 如果说连续的违规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会遭到裁判员的 一个严重的处罚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在比赛中 我们看到 我们的运动员 是吧 许昕刘士文 一直在严格的牢记 并且遵守这两项规定 没有去任何的触判他 但是呢 反倒是日评的运动员 他们在连续的去违规 那么我们通过 电视的转播镜头 一些动图 一些画面 能够能看出来 首先 比赛中水不损 他是在决赛中 是有过一次吹球的行为 这很显然 是第一次违规 那么其次 在比赛中 我们看到 伊藤伟成 有至少 已经被电视转播镜头 记录下来的画面 就已经有三次 他的手 是直接摸到了球条上 对不对 直接把自己的手 放到球条上 光被电视转播镜头 捕捉到的 就至少三次 对吧 他究竟一共有多少次 他不知道了 在裁判员 你不处罚他们的情况之下 他们连续的上演 这些违规的行为 这对于我们的 国平运动员 对于许欣和刘身为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 这会让我们的心态 出现一些变化 同时呢 会打乱我们的一个 场上的一个部署 对吧 让我们运动员感觉 他们能连续违规 你不警告他 不处罚他 而我们还在 遵守着你这项规定 还在牢记着你这项规定 那么这岂不是对于双方 很不公平的吗 那么其次 还有一个细节 如果说大家 非常能够观察到的话 这场比赛 其实当我们国平 在前两局打得非常顺 从第三局开始 我们看到 其实伊藤美成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对吧 他在比赛中啊 连续申请了 这个工作人员进场 拿着毛巾呢 给他擦球团 这场比赛 我没有具体的统计 但是至少有四到五次 有工作人员进场之后 帮他去擦拭球团 每当日平运动员 他们打得不顺利的时候 他总会去申请 工作人员进场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 虽然说 比乒乓球比赛中 你能够叫暂停的次数有限 但是呢 他却通过这种的行为 是吧 通过乒乓球 这个工作人员的入场 给你擦球团的这些行为呢 能够很好的 打乱我们国平的一个节奏 对吧 每当我们打得很顺的时候 他就要求工作人员进场 给你擦一擦球团 让我们这种状态起不来 是吧 始终无法形成一种连贯性 是吧 连续你四五次 申请工作人员进场 但是呢 我们这边国平队计员 我们没有申请一次进场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能够看出 里藤美城和水谷损 这场比赛拿下之后 他们除了自身的一个 这场比赛爆棚的状态 发挥非常打疯了之外 是吧 坚决性比较好 确实打的比较坚决 我们要认可他们 但是同样 他们也确实是耍了一些小聪明 同时呢 也将自己的东道主的 主场之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对吧 充分的各种点上吧 无论是裁判方面的 是吧 裁判纵容他们 不去吹他们违规 再加上这个 他们自身的这些 申请工作人员进场 等等这些小的季节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让自己沾了很大的光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打乱了我们的一个 比赛的连贯性和节奏 如果说裁判员 在第一时间 你就制止了 伊藤美城 或者说水谷损 他们吹球摸球团的 这些违规行为的话 及时制约了他们 很显然这是打乱 他们的一些 小聪明的一些节奏 而让我们国拼 会在后边 打得非常顺利 但很显然 裁判员没有去制止他们 就导致这个比赛 完全向对方一边走了 而让我们比赛失控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 国拼虽然说 我们丢掉了金牌 但确实是 我们这背后 似乎有很大的冤情在里面 我们确实很冤 但是既然丢已经丢了 那么我们也希望 国拼队员 接下来能够好好的 反思我们主观层面的一些问题 在后期的一些比赛中 能够争取 再把我们更多的金牌 收入囊中吧 好了 那么我们记得 胖州聊球 那些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二天 聊段球